你 你干什么啊 我不明白我哪里不好 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求婚 因为你心地不好 我心地哪里不好 和睦的妈破坏了我的家庭 把我妈害死了 难道她心地就好吗 你说什么啊 和睦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她妈是小子 破坏了我的家庭 我妈因为这个 含和而死 所以他们现在得到的报应 都是他们应得的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你的爸妈 还有你弟弟他们对你很好 你不应该用自己的仇恨 去化解上一代人的情感 你这样疯狂地抱负 只会伤害更多的人 我不在乎伤害多少人 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 一起离开这里好吗 我明确地告诉你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我最在乎的 就是亲情 爱情 还有友情 可是你为了报仇 连这是最基本的情感 你都可以去出卖 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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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别用某个拥抱来说再见 只做奔跑的季节 忘了结束 我曾经相信 我曾经相信 你我会走向奇迹 眼泪却已经变了胃痛 像是相爱 像问着离别 停在心中的迷入鼻子的 或是只找回那些蓝色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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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眼泪绝 你reen湿埋汰伤暴 善爱我才决定放手 不容易 谁来奥违谁 爱过的人用的减 Hon 一发不悔的劫 谁用不口 你不用隐藏 背对着背墙远着 放手时间变白色 要为何放手 你说晓晓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人家何瀚真心实意地朝着求婚 还精心准备着要给他个惊喜 结果呢 他说跑就跑了 我拦住拦不住他 你是拦不住他 关于大远 你以为现在什么事是你做主啊 他不想进婚你不能强迫 还是你这样当地 今天可是小小犯的错 你怎么朝我来了呀 他不想接就酷心 这种事情不能强迫强迫 他不高兴就是不接 不是我乌鸦嘴 这么好的女婿咱们家不要 早晚有一天呀 你们都会后悔的 怎么了 爸就骂了你两句 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告诉姐 怎么了 本来 我今天是要去送和睦的 结果爸非拉着我跟和汉吃饭 等到车站的时候 他都已经走了 走就走了嘛 一个朋友 离别一段时间总会回来的 有据有散 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 突然觉得 心里空空 空空的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和睦和睦和我提出的辞职 原因是 他想保护你还有我们公司 你个兔崽子 你觉得他这个美人前有多辛苦 我今天可以把你打得你爹妈都认不出来 你和他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有些事情 他没有必要去做的 不过他还是做的 吃热吃 不用感谢我 你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最亲密的 partner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把这个音量调到最大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给你买这个花盆 从早上六点不到起床 就逛了好几个花鸟市场 才买到的 我把这么珍贵的花盆给你 你一定要好好保存哦 我也相信 你对他的了解 不单单是八卦杂志上写的那样 我可以证明 现在就请两位品酒师 品尝一下这两盅酒 是不是如我所说 今天客户来到了公司 已经等了好久 和睦有事呢又来不了 他就打电话 教我怎么做 我就按他教的做了 结果就成懵了 几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 你和和睦的性格 还有能力完全不一样 你们各有长处 当然 你们也各有缺点 你们在一起 能够产生一种 很奇特的火花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我们一起音频工作 那个时候我一直欺负你 说你是村姑 不过后来合作后发现 其实女人挺善良的 甚至后来我家出现了危机 你也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 那个时候起 我就慢慢地把你当成了好朋友 再后来 我追蟹子骑的时候 碰得伤痕累累 你也陪我度过了最难过的时刻 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 原来真正的爱 是陪伴在你左右的人 也许这个告白 来得晚了一些 但你不是说过 陪伴才是最漫长的告白吗 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 如果你同意 请你接受这出发 你真的喜欢上他了 姐 我终于明白 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了 爸 妈 我打算 去追寻我的爱情 追寻你的爱情 追寻什么爱情 你放着好好的和汉不要 你追寻哪门子的爱情 爸 何汉他根本就不适合我 有什么不适合你的 你听我跟你说 第一 有杨学历 又是一表人才的样子 爸 你都不了解他 他为了报仇 他可以出卖所有人 出卖所有的人 他出卖过谁啊 他连他的亲生父亲都出卖了 搞垮了和氏集团 我之前上班的公关公司倒闭了 也跟他有很大的责任 那不行了 那他再有学问 是海归也不行了 哎呀 你先别说了 听闺女的 小小 你告诉妈妈 那你要追寻他爱情 是谁呀 和睦 和睦 老婆子 你听见没有 就是那个害得你姐失恋 你又跟他 不清不楚的 睡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我跟你说吧 这种朝三暮四的 我坚决反对 你反对有什么用啊 这点是闺女说话 闺女知道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他知道什么呀 哎呦 我看出来了 这兄弟两个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俗话说得好 蛇鼠一窝呀 他们是交替着来破坏 咱家俩闺女 爸 以前的事都跟您说了 是场误会 你怎么又给翻出来了 你看看 大闺女都说话了吧 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 老往人家那伤口上啊 在 撒盐 对 撒盐 撒不撒盐的我不管 反正啊 只要是这兄弟二人 我就坚决反对 我坚决反对 知道吗 你反对有什么用啊 那不是你去追行那个 爱情对不对 是归你说了算 我说老婆子 你怎么老窝里斗啊 你老跟我干 有意思吗 你跟我干个什么劲啊 你说的不对 我不跟你干 怎么着 好了好了 爸妈 你们别争了 是我争吗 是我跟他争吗 是你妈妈跟我争 好 爸 你说 咱们家是不是民主家庭 当然是民主家庭了 你爸爸我呀 受过高等教育 必然给你们民主啊 谁独裁啊 你妈妈独裁啊 我独什么裁了 我独裁 还不是你这老猴子 打民主的旗号那独裁 爸 既然你也说了 咱们家是民主家庭 那我们就用投票的方式 来平息这场争论 同意小小去追求幸福的 请举手 我举双手赞成 我也举手 现在两票对一票 我宣布 我宣布我们苏家 支持小小去追求幸福 谢谢姐 还有我呢 谢谢妈 你们两个呀 勾结你妈 挖坑陷害你爹呀 好啊 三个女人 一台戏 成功 晓鲁 赶紧上这个五八同城 帮哥找下工作 不管是拍照还是什么的 只要能赚钱啊 哥都干 好 大哥 不过这可不像你啊 你不是说一直要做金钱的主人 不做金钱的奴隶吗 怎么现在还变得这么贪财呢 变什么贪财啊 我是要让我的心上人啊 过上幸福的生活啊 哦 大哥 你还真是变了 男人嘛 总是呢 要有责任感 要当家庭的支柱 有了谢志祺之后呢 我马达人生 就翻开了新的一页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约会了 赶紧茶 哦 好 放心吧 马达 还是换个地方吧 这里消费肯定很高 高 哪里高啊 我们赚钱呢 就是要提高生活品质啊 再说了 明以时为天 在吃饭上 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啊 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不瞒你说啊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无业游民啊 已经从矮琢穷变成高大上了 今天啊 有一家传媒公司啊 聘请我当他们的艺术总监 年薪 三万 三十万 所以啊 你再也不用为了钱替我担心啊 不行 以我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已经消费不起了 还是节省点吧 节省什么啊 我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现在呢 只是暂时落入凡间 我呢 就是守护你的骑士 必须呢 帮助你躲过人间一切的疾苦 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的 还是算了吧 生活的质量 又不是根据消费的高地来衡量的 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事情做 不是一味地打肿点充胖子 我哪里胖啊 我就是以前吃太少 才会这么瘦啊 现在好不容易要吃点好的 你还不让我吃啊 我 别我啦 走了 今天的龙虾真是人间美味啊 你说要干嘛加重音啊 我想说加重音赞美一下嘛 对了 你到底是应该的哪家公司啊 因为我在公关行业里做了很多年 我对成本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啊 哪家公司什么情况我大概都知道 说不定我可以给你称移 那是一家新公司啊 你一定不会知道的 可是呢 我觉得这家公司呢 非常地有潜力 老板也非常欣赏我的才华 所以呢 才给我这次机会 而且同事之间呢 也非常和睦哦 他们非常地配合工作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团队 阿达 我觉得你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职场上的事情 职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职场上呢 同事之间的交流讲究的是职业化 上司对下属的要求是专业还有执行力 有些上司完全不在意下属的感受 他只要求业绩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很可能产生压力 还有挫折感 就我对你的了解而言 我很怕你坚持不下来的 拜托 我是谁啊 我是马达 你刚刚说的那些 难不倒我的啦 倒是你 我还挺担心你的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自从公司倒闭之后 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啊 我很担心哦 你会得忧郁症 其实啊 你应该要看开一点 人生嘛 就有像骑小电驴一样啊 有时候要爬高坡 有时候要下陡坡 半路遇上个打雷下雨 也是个常有的事啊 偶尔啊 还会有特殊福利哦 什么福利啊 特殊福利呢 就是小电驴没店歇菜 人骑车变成车骑人啊 所以呢 人一定要处之泰然 正正的强者呢 是要能驱人生 你 就是真正的女强人 所以我相信啊 以你的资历呢 很快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好 今天谢谢你了 时间也不早 你先回去吧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什么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份新的工作可以让我开始新的生活 来 一共三份工作 早上9点给这家客户拍广告产品 下午1点给这家情侣外拍 晚上6点给这家客户拍夜景 太棒了 乔布 你不会是哥的最佳马仔啊 今天哥呢 就朝高大上奔去 你到那边啊 要好好照顾自己 生病了要记得吃药啊 你放心吧 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嗯 这还差不多 师父 我能搭一下你的车去军宁酒庄吗 没问题 上来吧 谢谢啊 妈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当初我也不逃婚 和氏集团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是你的错 应该是我的错 和墨 以后我们和氏集团就肯定了 爸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去葡萄园 哪里是我们和氏集团的根基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凭着良心 一步一步地做 一定可以重新再来过 小小 你第一次要离开姐这么长时间 去那么远的地方 要是说姐不担心 那都是假的 可是姐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姐比谁都希望看到你幸福 以前呢 都是你在鼓励我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要大胆地去追求 现在 你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也该换解好好鼓励一下你了 你如果真的喜欢和墨 就放心大胆地去追他吧 人这一辈子 如果不拼搏一次的话 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你就记得一件事 不管你遇到什么 姐 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你这边